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绝症病人的心理建设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跟科技的进步 人类的生活越来越紧张 环境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许多以前没有的病症都出现了 比如说是炎症 艾滋病等等 有些病症甚至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治愈 患了绝症的人在面对生死大事的时候 该如何自我心理建设来过完最后的日子呢 家人跟朋友又该如何协助他们呢 佛法对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其实人呢 如果没有宗教信仰 如果没有佛教的信仰 不要说是害了癌症 就是没有害癌症以前 没有害癌症的人 同样的痛苦 虽然身体上 肉体上没有痛苦 而心理上面呢 还是没有安全感 也是非常痛苦的事 明明是过得还好好的 就是担心着啊 你自己会发生什么问题 明明还没有死 在担心着死都不知道到哪里去 所以是呢 既贪生了又怕死 既怕生了也不想死 就是死也不得 活也不得 就是觉得什么也不对的 不对劲 像这样子的情形 就是因为啊 没有宗教的信心 也可以说没有佛教的信仰的话呢 这个不管你有癌症 没有癌症啊 都过得不舒服的 不过呢 我们一般的人呢 还没有遇到大病大难 还没有到达 说非死不可的情况 在面前出现之时啊 大家还是啊 没有那样子的觉得死亡啊 是那么的恐惧无奈 因此呢 有人或者是医生 来给你宣布 说你这个癌症啊 没有多久了 你大概只有几个星期了 或者只有几个月了 乃至于说几天之中 你就大概就要 生命就要结束了 遇到这样的情形啊 所谓晴天霹雳 而能够 适应的 能够面对的 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的 实在是不容易 其实不一定是癌症啊 就是 到达非死不可的 这种情况的人 比如说在 这个看守所 已经判了死刑 非死不可 这几天之中啊 就要这行的 像这种情形 怎么办啊 怎么办 死亡 不来是最好了 非来不可的时候 那就让他来吧 现在能够 做的是什么 那通常有一些 这个癌症的 最后期的人呢 他尽量的 想要把生命的 最后的 光 要把它放出来 奉献给 社会大众 所以是呢 要做一样什么表现呢 要做一样什么 要完成什么样的心愿呢 要做一样什么样的好事呢 他尽量地要做 像这样子对吗 在一般的人讲 好像是对的 因为他这个生命就这么多了 赶快把它奉献出来吧 事实上不必了 不必 有病是养病的 能够养病 能够啊 治的要治 一生不治了的就不治 这个时候 多念阿弥陀佛 要心平气和 要呢 随身因缘 自己的身体 会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能吃的 该吃的 就吃 能做的 该做的 做 能够 让我们活的就要活 飞食不可 的时候就死 以这样子的 一种心态 来面对着 即将来临的死亡 那我们呢 心里面 就会比较安定了 如果说 我准备要死 所以是 最后啊 我要 匆匆分分地 要把我的生命 好好的用一番 这个可能死得快一点 因为非常的紧张啊 最后的生命 的确是 用掉了 发挥出一点光来了 但是对 不应该是 不是那么死得 那么快的人 这死得 可能快了一点 我并不是反对 这个 最后啊 要付出 要奉献 但是呢 不要激励 不要心里很急 不要啊 这个 过分地 来使自己啊 来付出 还是呢 以平常心 过平常生活 来做平常事 而时时刻刻念 阿弥陀佛 把病啊 教给命运啊 教给医生啊 把自己的心啊 教给佛啊 教给菩萨啊 教给西方极乐世界 那一定 至少可能 多活几天 多活一点日子 还有 也可能呢 根本要死的人 就不死了 有一位居士啊 已经派的人去 祝念了 结果那个 祝念的 一位菩萨 就告诉他 你要发一个愿 一方面要发愿 一方面要念佛 你不要等着死了 他准备死的人 结果发了个愿啊 又念了佛啊 结果他不死了 现在还是好好的 最近他还送了一台机器 叫臭养机 他现在呢 过得蛮高兴 那表示说 他死亡边缘 不一定死的 所以信心很重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